各位观众, 大家早上好, 欢迎你又回来我这个频道 在这段片播出的当日, 在国内就是端午节 所以今天, 我们就认下节, 去买些种类食 我们今天又回到龙津路, 我真是怕死, 经常回到龙津路 现在叫省城奶粉, 我们面前见到这个就是省城奶粉 这里见到有省城奶粉, 这个不是什么老字号 我们会买种类食, 它有主好的种类食, 咸煎饼, 我们就不买了 一看就知道它拿货, 咸煎饼 我们买了种类食和奶粉, 回去工作室吃 因为现在, 疫情期间就不给糖吃了 我们今天开车过来, 就专程买回去吃 好了, 那我们就转过去, 康毛路这儿, 上东风路, 回去天河 好, 那我们就回到工作室了 因为我拿了个保温袋, 过去, 康毛路, 这条路 我们右手边就是, 新光百火 我们走到尽头, 在西华路那儿, 转过去, 东风路 没有的, 没有车也挺好的 今天天气都不错 好, 那我们就回到工作室了 因为我拿了个保温袋, 过去装住 所以回到来, 还挺热 我们拿一部手机的电话, 手机 iPhone 12 mini 它比mini还小, 都不是很大 那种, 还有这个奶粉 它们的店铺名叫省城奶粉 它们的奶粉应该会很好吃 我都吃过, 几家比较出名的奶粉 以我觉得最好吃的, 即现在还在做的 最好吃的, 当然是小时候吃的时候 现在还在做的, 在人民路和东风路交界 在第一樽进去有一家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过去买来吃 在拍片的时候, 我们今天 冲壶靓茶喝一下, 其实是冲定的了 在Low基自然冲定的 不是浸了很久的 这个茶也是叫做 云南的三浦 茶名叫色龟 是我近期买里面 比较不错的一款 茶汤都比较清 我对茶没有什么要求很高的 不要太差, 有些味道就可以了 又不要太浓 我冲茶就最要求最低的了 不用像别人说, 用杯子 慢慢一口一口一口热水 热煮水来冲, 不用的 最重要是可以喝 有时候我还不喜欢 全部都放进去茶壶里面 浸住一天来喝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放进去保温壶里面 喝完之后 偶尔喝几口 加点热水 其实也挺好的 那我们先说一下 总 总 一看, 只要拿货 不是自己买的 拿货 如果我们自己去中市市场 拿三个多元 精熟卖 现在这种 就卖六元 卖给我 都算可以了 最重要是好吃的 大家都知道 精种也很花功夫 看见 这种其实都挺实正的 大家看见 就算拆开了 如果被我老婆 那些包的 一拆它就散了 热热叶 它是包得很实正的 大家看见 我拆开了 总盛 它都仍是这样 黏住在总裏面 是不是 让我铺好些纸巾 不就是马餐死的 我们慢慢拆开 正如刚才所说 我们很实正的 这种 咸肉种 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说错 这个名字 先头 它那道 店铺也都没有写 是什么名字 我们广东会有些什么种 咸的种 台山种 台山种 就是我老婆包最好吃的 我老婆 就走了 不能吃 她的种 不过我老婆 包得很散 她始终不是拿来买 因为自己吃 但里面的材料就很多 我老婆包的 还有 绍兴果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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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形的 好像一座山 放在这里 一座山 方形的 我觉得绍兴果精种 都好吃 如果你问我哪样好吃 就应该是 台山种 好吃一点 这种 我暂且叫它 咸肉种 如果观众有觉得我说错 在下面留言 好吗 它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哪种最好吃 好了 我们开始吃了 大家通常会喜欢 怎样吃的呢 我呢 其实就喜欢 加些豉油 这种习惯不是很好 不过今天没有豉油 那就算了 我们 其实我就喜欢 将它全部 全都放开 来吃的 我要看看它里面 有多少 多少 豬肉 有多少 咸蛋黄 这样的 因为今天拍片的原因 我们就不要拆散 它了 我们看到 各种 有绿豆 有糯米 这些地方 还有花生 看到这里有花生 对不对 不知为什么 食种是最考人 筷子工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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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拿筷子拿得不好 吃种也很麻烦 可能它的羹会好些 好了 那我们一路认识 看到都其实 好像我刚才说 挺实际的 这个种真的是 比我上次去 荒村的 那个 保密原食 那个 这个好得多 当时那个 28元一只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 就是去店铺买 打包 回去吃的 就不同吃的 这个是卖6元的一只 还要煮 给我 其实都可以 看看 通常 食种 当然是慢慢享受 一家人 通常我们会 早餐 很多时候 早餐都会吃 种 种这种是挺好的 一年四季都有出品 不像说 我冬天的时候 想吃月饼 你知道在哪里找 或者 想吃荔枝 荔枝 只吃两三个月 但种是挺好的 一年四季 你都可以吃 通常他们都是会 扔下去 烧 有些还煮得挺好的 会拿 用蛋漿包住 煎 不过就实在太油理了 其实我都很喜欢 吃的 太油理了 好了 吃到核心部分 嗯 它的肥猪肉 不算多 其实我 就喜欢吃瘦多一点 但是完全没有肥 就不行的 完全没有肥 就要退伏 哎呀 再重新夹 最精华就是这部分 它瘦肉 是我喜欢的比例 这一种 虽然是 整体的猪肉 都少了一点 少了一点 但是 比例我喜欢 我喜欢瘦肉 多一点 但是全瘦 当然不行 如果全瘦 拿回去 就先换钱 还有呢 咸肉种 另外一个灵魂 就是咸蛋黄 我吃到这里 都还没吃到咸蛋黄 即是 说明呢 就算它有也好 它肯定是有咸蛋黄的 但是很小 健康点 吃少点 是 不是怎么可以的 想起咸蛋黄 也有点势 通常在家里都是会 会这样吃的 用个 湯匙碟 这样装住 又是冲定杯茶 慢慢享受 慢慢享受 端午节又来了 以往端午节 还可以回去老婆的村子 吃农蒜饭 在广州呢 有些村呢 比如说 养基村 很多啊 很多村 什么东泡村呢 都有农船看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上次我去 拍大学城那条片呢 大学城都有村的嘛 他们那些 那些年轻人呢 都在那里练着 农船 爬农船 打算比赛 看法今年都没有了 不用想了 好了 哇 终于吃到咸蛋了 真是很小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小到 先换个镜头先 只有个丁那么多 比赛小的那粒花生 真可憐 他这里大概 可能四分之一粒 的咸蛋黄 我们有些超市呢 里面都是有得 卖 包种的材料 配料 喜欢的观众 都可以自己回家包 我太太也是 不过她会在淘宝上面 买了种叶 我知道她 不知道她包成什么 包到散了 她会 好 好 那我们就吃完这种 这种也很不错 直的 鸣鸡 接着来试一下 奶粉 这个奶粉 坦白说 我是对它 没有任何期望的 因为 因为我 我又记得 我很多很多年之前 吃过这个餐厅 这个叫省城奶粉 首先它不是一个老字号 不是说做了一九三几年 我做奶粉 那种 不是的 不是的 而且呢 我们广东人的奶粉 就跟东莞人的奶粉 不同 东莞人的奶粉 我有个东莞朋友 他说 哎呀 我想去吃奶粉 但是他跟我去吃的奶粉 其实就是粗米粉 好像湯粉 就不同 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 就是软身的 你看看 软身的 好似糊 那样的 他会放些什么呢 放些猪油渣 放些冬菇 然后就有 虾米 大概就是这几种配料 然后他就会放两包 我们一包就是这些 咸粒 这个不辣的 我们先试一下 那些不辣先 放着半包 来试一下 我觉得咸粒 是个精华来的 如果没有咸粒 的话 不好吃的 我刚才说过 另外有一家奶粉 在人民路 和东风路交界那里 有机会下次去试 我其实 有经过 他还有开门 停车都方便 下次我们去试 或者我们下次试一下 直接在车里吃 哈哈哈 好了 好了 说回我们现在这个奶粉 怎么说呢 如果你遮住的价钱 都ok的 不不过不失 你说拿它 和最好的那些比 那当然是不太公道 是吧 但是呢 就还可以 但是如果看回价钱呢 就 嗯 没有下次了 是的 料来说 都可以 跟着它的 嗯 猪油渣 都是没吃到的 嗯 如果说粉的 質地 口感呢 嗯 一半 因为有些呢 我是喜欢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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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 各位观众 吃过最好吃的奶粉 又是怎样的呢 又或者 你可以留言 有多久 你未吃过奶粉 你对上一次吃奶粉 是什么时候 你都可以留言的 我想 如果这盒 在店铺吃会好些 但是 奶粉呢 有个 这个比较 比较 不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夏天去吃 真的好拿命 哇 你 大热天时 坐在一个店铺 有去冷气 都是假的 是吧 好了 我们终于吃到一块 猪油渣了 好吃的猪油渣 在奶粉里面 是一定要脆的 它这个是不脆的 有香味 香味是够的 但是不脆的 那 所以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12元 就 贵了点了 如果这些价钱 就OK 可以 接受到 那我们是 放一些 辣的咸粒 不知道大家 各个观众 喜欢吃辣 还是不辣的咸粒 没错了 我们先搅拌它 看来有多个人 看来有多个人 可能始终是放了一阵的关系 就算我 有保温袋 我大概 都放了九个字 回到来 不算好热 又或者呢 奶粉是否应该热 才好吃的呢 在 大概 我一次做西华路直播的时候 我记得 好像我做完直播就是吃了个奶粉 那里也挺好的 不算太热 吃得 因为奶粉是一个很顶肚 不太好吃的东西 但是 如果换在夏天吃 就可能 失色一点 好了 那我们就放了 这些辣的咸粒 因为不是很辣的 始终 它味道不算很浓 那我们是可以 放多些下去 让它 那些味道有层次感 和大家看到 份量其实都不是很多 有只蝦米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在广州 我们也是会有龙船 看到的 省私就少些 都是一些城中村里面 会有龙船 然后 还会有 在城中村里面 有龙船饭 或者叫龙舟饭 我之前都说过 我太太村也有 不知道在海外 又会有什么 慶祝的方式呢 幸好 我们 大概是近十年 左右 开始 端午节开始 都是有 国家法庭假期 即是不用上班 但是 我做了自媒体 这些国家法庭假期 和我都没关系 但是 看见大家 去 去 去 彩办 买定 食物 来庆祝 端午节 都是很开心的 是的 如果对于 广州来说 我们小时候 都听老人家说 未食五月肿 寒衣 就不要入籠 是吧 即是说 真真正正 夏天 就来到了 即是 不会再有冷空气 话说 其实早几天 上星期五 我做直播 今天不是下雨 其实 下雨之后 都 挺凉爽的 甚至可以说 都挺冷的 至于 你说 是否冷空气 我当然不敢说 但是 确实是挺凉爽的 过几天 但是 过完 端午节 我想 再怎么下雨 都不会凉爽的 除非打台风 今年 还没有台风 打到来广州 听说 今年台风会特别多 多台风 那就 糟了 看见 都差不多 搞定了 这个份量 真的不是很多 大概 是 一个成人 一碗饭 如果 吃完先 我肿 都够饱的 都够饱的 还可以 不是我吃过最好的 最好的奶粉 不是我吃过最好的奶粉 不是我吃过最好的奶粉 它还要不是很稠 那种 我吃过好的奶粉 我认为 应该要很稠 才行 它有点像东莞 那些 那么稀 好了 搞定 油一餐 我们吃完之后 都喝一口茶 拿一口 拿一口 差点给我喝光 如果你要我点评 那 咸肉总是值的 是好吃的 虽然它小一点 但奶粉就 嗯 不行了 吃到12元 真的太厉害了 好了 各位观众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 好多谢各位 看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拍得 挺好的 请你给我的like 多谢你 拜拜